好 关注欧洲大国 法国疫情趋缓 担任新增的确诊人数 已经从最高峰的3万人控制在5000人以下 因此法国宣布提前解封 它的解封是代表了戴户外 不用再戴口罩 同时呢 宵禁限制提早10天解除 那么法国人趁着春夏之交的好天气 现在聚集在餐厅的户外区 一起看欧洲的国家杯 更跑到河边消暑 去年因为疫情取消 法国最大的科技展 现在也如期登场 由美国波士顿动力推出了 当红机器狗 可以上刀山下油锅 前往人类难以到达的地方 成了现场围观焦点 机器人克鲁泽 则化身商店助理 为顾客解答种种疑难杂症 法国一年一度最大的创新科技展登场 去年因为疫情取消 今年不但如期举办 还开放5000人进场 亦补超过500项创新科技 现场焦点还包括苹果执行长库克 在杠上脸书等数位广告产业之余 也要透过视讯向欧洲民众重申 维护用户隐私的承诺 这场围棋四天的科技展 在严格的防疫管制下进行 除了入内得强制佩戴口罩 进场前也得出示阴性筛紧结果 或者疫苗证明 就连亲自出席专栏的法国总统马克宏 也不例外 但是一踏出户外 几乎不见戴口罩的法国民众 因为法国政府在这星期 接触了多项防疫措施 包括不再强制户外戴口罩 另外还将在这周末 把已经执行长达八个月的宵禁 也解除 法国超前解封 因为单日新增确诊 已经从三到四月高峰的三万五千多例 揍减到现在的三千九百多例 法国卫生当局也表示 已经能将疫情掌控在五千人以下的程度 再加上法国目前 已经有超过百分之五十八的成人 接种至少一剂疫苗 让巴黎人再度回到 惬意的日常生活 甚至有不少人跑到河边 纳凉消暑 因为法国正遭逢热浪来袭 周三巴黎的气温飙上34度 当局也在西部 发布了大范围高温警报 不过法国人的热情 军部只被天气影响 还沉浸在县镇如火如突开打的欧洲国家杯 周二首场小组赛 法国对上德国的强强对决 法国以1比0写胜 但由于变种病毒的疑虑仍在 法国政府仍会持续管制边境出入 并且定下目标 又在八月底之前 让三千五百万人完成第二剂疫苗接种 体别新闻综合报道